大家好 兰花的碳居病是一种很常见的一些病害 尤其是发生在一些兰花的老苗上面 如果说有花有的兰花得了碳居病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先判断一下什么是碳居病 碳居病的话 它也非常的好方便 非常的明显 一般的话 都是在这个兰花叶片中部以上 也就是说顶端的这一段位置 然后在叶边沿这里出现一些斑点 就像被火烧过一样 大家看到这些没有 然后就会产生胶间 那么这种就是明显的碳居病 如果说大家想要让这颗得了碳居病的苗恢复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了 那么如果说严重一点的话 我们只能把整颗蓝苗给它处理掉 像这一株老苗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刚发现不久 还不是太严重的话 我们直接将这片得病的叶片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我们剪掉之后一定要给它销毁 因为这种碳居病它是传染性的 尽可能的远离我们其他的兰花 如果说太严重了 那么我们只能把整颗苗给它剪掉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指望让它会复生长 毕竟它也是一根老苗 我们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销毁 那么我们销毁得了碳居病这一苗兰花之后 现在这个心芽多多少少都会感染一些病菌 所以我们要给它适当的处理一下 尤其是这个伤口这个位置 那么我的处理方法就是用这个代色猛性 代色猛性本身它也是一种杀菌药 然后在这个伤口这个地方 撒上一些这个粉状 我们也可以将它搅成糊状 我们直接撒到这个伤口这里就可以 如果说它黏不住的话 我们可以先喷一点水 然后给它黏住这些药粉 同时我们还是要用这个代色猛性对上清水 给它喷湿这些心苗 因为这些心苗多多少少都会被细菌光顾过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防护工作 而且最好是给它五天使用一次 连续使用两次这个代色猛性 给它喷湿叶片 同时给它浇灌一次这个涂芽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病菌繁衍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